从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 到1945年的抗战结束 我们中华民族 可以说用惨圣来形容 在这十四年间 有慷慨悲歌的故事 也有令人不斥的行为 热和惨败 可以说就是一件 令人十分痛恨的事 我们书 不是输在战里 而是输在了某些人的糊涂和无能上面 热和省现在已经没有这个称谓了 1914年 北洋政府设置热和特别区 1928年9月 国民政府明令改制为省 当时这个热和省辖区大致 包括现在的内蒙古自治区 赤峰市全境 通辽市的大部分 就是科尔沁区一溪 辽宁省一县 锦州市以北 张武县一溪的区域 还有河北省承德市大部 全省面积约为14万7500平方公里 省会是承德 918事变后 东三省陷落 但是并不意味着整个东北都丧失了 因为还有一个热和省 在当时热和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国民政府以此为根据地 进可以收复东三省 退可以保卫平进 同时当时的东三省内的抗日力量 大部分是以热和为基地 进行粮食弹药的补充 而日军方面 也认识到了热和的重要性 日方成立为满洲国之计 在建国宣言中就表达 反长城以北 关外东北四省 均为满洲国法力领土 热和为满洲一部分 于是日方就根据日满议定书 积极侵略热和 因为中国国内舆论 普遍不承认满洲国 1933年2月11日 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宋子文到北平 与包括张学良 宋哲远等27名将领 一起发表保卫热和通电 当时守卫热和的是谁呢 是汤玉林 汤玉林 1871年出生 自革晨 现在复兴蒙古族 自治县新民真人 汤玉林年轻时 跟张作霖一起做土匪 在一次被清兵包围中 他救了张作霖一命 因此两个人 就结尾金兰之好 而随着张作霖势力逐渐扩大 汤玉林跟着野水涨窗高 在1925年11月 郭松林叛乱中 汤玉林是出了大礼的 张作霖就封他做热和督统 1928年张学良东北一致后 任命汤玉林为东北行政委员会委员 热和声主席 兼陆军第36师师长 从1926年到1933年 热和抗战爆发 汤玉林牢牢把控着热和 汤玉林绰号汤二胡 那么汤玉林把热和治理得怎样呢 可以用八个字来概括 横征暴敛民不聊生 举个例子来说 汤玉林母亲过一次瘦 但鸾平县政府各机关 各委员加起来 就要均摊4810块大洋 而热和省财政厅也将因摊派的 390块的大洋 分发到各局名下 对于政府公务人员尚且如此 更何况对平民百姓了 热和抗战打响之后 在3月2日晚上 胡适和丁文江等人到张学良家吃饭 张学良无奈地对胡适等人说 南陵已失守了 百姓痛恨汤玉林的虐证 不肯与军队合作 甚至危害军队 此次他派出的丁春喜部队 刚入热和境内 就有两个营长不知下落了 大概是被百姓做了 现在知道 汤玉林在热和百姓的心中 是个什么角色了吧 那么明知道 汤玉林这个人守不住热和 为何不换掉呢 918事变之后 东北军撤到关内 平津一带的最高领导者 是张学良 就是在这次饭局中 胡适对张学良说 鸾东人民受的痛苦 使他们盼望日本人来 人心已去啊 若不设法收回人心 什么仗都不能打 事实的宣传 比什么都更有利 我们说的是空话 百姓受的苦痛是事实 我们如何能发生效力 最好是你自己到成德去 把汤玉林杀了 或免职了 百姓自然会信任你 是真心救国的 而张学良听后 只是无奈地摇头 他何曾不知道 汤玉林的无能与贪婪 何不想将其换掉 但是张学良 有顾虑 一是 汤玉林毕竟是东北军的老人 又是张孙林的把兄弟 在东北军中 人脉深广 二是 汤玉林一直与日本人纠缠不清 左右摇摆 万一把他逼急了 投入到日本人的怀抱 那就得不偿失了 更重要的一点是 张学良此刻 已经失去了 一个指挥官的准确判断 或者更确切地说 此刻的张学良 俨然是一个废人了 张学良的吸毒时间 已经有七年多 毒品已严重伤害了他的身心 他平时精神恍惚 骨瘦如柴 满脸都是吸毒者特有的麻木表情 他的胳膊 由于注射的次数过多 已经全是针眼 部分肌肉也僵了 连针头都插不进去 心肺功能也已经开始受到影响 1933年2月17日 张学良陪同宋子文到成德视察 路上每行三十里 就得停车一次 为何呀 张学良的毒瘾犯了 得注射毒品 到了成德后 张学良已经疲惫不堪 何谈有效部署防御呢 在日军准备大举进攻热合之际 张学良才仓促部署防线 他成立了两个集团军 第一集团军总司令 由他自己兼任 主要指挥东北军 王一哲 丁喜春 庙成流 孙德权等旅 和黑龙江省第二十九旅 第三十旅 约三点五万人 第二集团军总司令 由张左相担任 副司令为汤玉林 指挥孙殿英第四十一军 汤玉林第三十六师 两个旅 和张廷书第十二旅 以及热河境内的 东北义勇军 约七万多人 事实上 这些部队 都不是张学良的精锐部队 战斗力有限 而张学良的精锐部队 都留在了平津后方 做预备队 战争一开始 那就是一个兵败如山倒 有一个画面很生动 可以反映出 汤玉林到底是怎样抵抗的 当时的上海新闻报记者 中国现代新闻大家 陆仪先生 曾去采访汤玉林 三月二日上午 陆仪看到汤玉林 积攒了八百箱汽油 用于逃跑 却不允许 用来往前线输送集养 下午两点半 陆仪陪同路透社记者约克 美联社记者伊克 和东北迫击炮厂工程师沙顿 一起去采访汤玉林 汤坐在省政府会客室 虎皮交椅上 接见了他们 陆仪先生回忆 说汤玉林 生得肥头大耳 体格魁梧 身穿长袍马褂 装作斯文的样子 他先把秘书 给他准备的稿子念了一遍 然后说 外传 我也是满洲国官吏 其实 从九一八事变以来 我从他们没有来往 我汤某身为军人 对国家只致守土安民 如日军进攻 唯有奋其抵抗 尽我天之 看他夸夸其谈 路易先生 就请他明天派辆车 送他们到前线看看 汤玉林是满口答应啊 好 明天 就在明天 我也到前线去看看 你们明天上午 时时来 我们一起出发 其实啊 当天上午 汤玉林就做好 逃跑的准备了 就在采访后不久 他带着历年来 在热河搜刮来的金银财宝 大量烟土 逃离了承德 三月四日上午 十一时许 日军仅用一百二十八名骑兵 兵不血刃地 占领了承德 此后啊 形势急转之下 日军很快占领了热河全省 1933年2月21日 至3月10日 这么短的时间内 热河就沦陷了 要知道 当时的日本 可并没有派出精锐部队 谁的责任最大呢 毫无疑问是张学良 一是他用人不明 二是他决策失误 三是他保存实力 九一八之后 张学良这位不抵抗将军 又创造了一个耻辱啊